大家好 他是海参啦 我不叫海参 我叫空菜 但是今天 我们要用他来做一个海参炒面 一个真正的海参炒面 这个是我买的蛋干海参 2500块钱一斤 60头的 个头呢 不是特别的大 海参我也不太懂 但是感觉这个侧还挺多的 然后这也是我们 方便面99种吃法的第六期 海参炒面 这一只核酸起来将近要40几块 然后在吃之前要先给它泡发一下 旁边这个是泡发了三天的海参了 对比一下 差距还是挺大的 这一下变大得有四到五倍吧 看一下 满身都是侧你看 这侧还挺明显的 然后现在我们就去 做炒面了 这海参呢 我们现在给它切一下 煮绝登场了 水开了 我们先把方便面下去煮一下 方便面只要煮开了就好了 一定不要煮的太烂了 然后给它捞出来 锅一下凉水 光加海参好像有点太单调了 我们简单的炒个鸡蛋 炒好的鸡蛋盛出来 放入海参 再简单的加点虾仁 来上一点料酒 简单的加点胡萝卜丝 简单的加点火腿 放入方便面的酱包 放入方便面 来上一点粉包 放入鸡蛋 来上一点味极鲜 稍微翻炒一下 我们这个炒面就完成了 我们这盘简单的海参炒面 就完成了 先来看一下这个海参了 感觉炒完以后它又缩缩了 刚才还没炒之前是 很大一块啊 试一下 好脆 但说实话 一个脆的口感 然后本身的话没有太多的味道 就有一个 海鲜的那种稍微有一点点鲜味的那种 来个海参跟虾仁啊 虾仁也好弹啊 然后海参脆脆的 但是这样吃起来就是 比刚才有味道一点的 就是有那个虾仁的鲜甜味 开始吃面啦 可以耶 我这个面是加了那个泡面的那个红烧牛肉面那个酱包 然后加了一点点味极鲜 还是用了它那个调粉包 整个面吃起来还是有点那个红烧牛肉面的味道对 诶不错耶 很好吃耶 你看 这面的话没有煮的太烂 所以还是很Q的那种很弹的你看 要炒的面 千万不要煮的太烂了 要不然一会儿还要炒 然后再加的话 它就没法吃了 海参炒面啦 一个面然后里面夹杂了一个脆脆的海参 这应该是我吃过 最奢侈的一个炒面了 两只海参大概要90块 然后还用了我一箱矿洁水下去 诶一箱纯净水下去泡了 这一盘在饭店要你个188块 应该不过分嘛是不是 诶味道确实点不错啦 然后这海参吃起来的口感真的跟以前去饭店吃的那种几十块钱一盘的海参 真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非常的脆 不像外面吃的那种好大只然后很烂 这个 口感真的非常的不错 然后有一个 淡淡的鲜味这样 用赤参做炒面 这会不会 一不小心是 前往第一个人了 2500块钱一斤的海参 然后做一个炒方便面 真的有点奢侈了啊 然后方便面99种吃法这个系列 其实脱更这么久 我是一直在想要怎么拍 就是拍点跟人家不一样 然后有创意了 拍点人家没吃过了这样 所以 最近也考虑了很久 然后脱了这么久 这个系列会继续拍下去 但是是不定期更新 天津的老火腿啊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火腿 就是它里面淀粉的含量很少 大部分吃起来是那种肉的口感 非常不错 那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视频不错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点个赞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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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